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捲入金華城B案 遭到擠壓禁見 傳出檢方掌握的關鍵證據 和柯文哲的這句話有關係 他們到我家 不管是硬碟USB就全部搜索我去 近週刊以及三立在6號晚上 互搶獨家爆料 而根據報導 檢方在柯文哲的隨身USB當中 發現了一份Excel檔案 當中記載著2022年11月1號 小省1500省慶金 週刊大大標題寫著 收匯證據曝光 檢聯搜柯家查後USB 工作部寄收審信金1500萬元 但這1500到底指的是時間還是金額 北檢八字回應 不予證實無法回應 但這資料顯然只有檢方能夠掌握 讓偵查不公開淪為笑話 我們想問的是 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難道已經被視之為無誤 踐踏在腳底下了嗎 不能用一句不予證實來撇清責任 不要只會躲在媒體的背後 民眾黨只以檢調若真掌握證據 為何不在升押停時就提出 而是趁柯文哲無法自辯的時間 操作片面扭曲不明資訊 因為當初柯文哲二次積押停 法官是不採用心事證 而是回歸到首次開庭的狀態 若檢方早就掌握收匯金流 柯文哲沒可能有無保請回的機會 應該是比較像週刊報導的那樣 但是那個東西目前檢方還不知道 它到底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而檢方自己已經傳授了 它是一千五百萬的意思 人家說以前我們有文化大革命 有錢有罪打啊石頭敲啊 現在就是在演台灣的文化大革命 但2022年11月1號 柯文哲不論是在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民眾黨中央 都沒有發布公開行程 那麼這一天柯文哲人去了哪 直到截稿前未獲得回應 但無論柯文哲涉探與否 台灣的司法公信力早已蕩然無存